夏天要非常留意的是蚊传播疾病 夏天有很多蚊,其实现在香港基于全球暖化的关系 就算秋天冬天都不容忽视,都会有蚊传播疾病 蚊其中一个最重要疾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叫心思虫 说回心思虫,是一个由蚊传播疾病,在香港来说都常见的疾病 所以做那个预防是绝对非常之重要的 蚊心思虫是什么呢? 如果有一只蚊本身有心思虫的幼虫在它身上 而它咬了一只狗狗,那个幼虫就会圆着那只狗 大概需时五个月到半年左右,它就会变成成虫 那个成虫就会寄居在心脏、肺部那里 如果数目多的话,会造成心脏衰竭,也会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 其实心思虫预防,最小的话在两个月可以开始做预防 预防有很多方法,包括每个月一次吃一粒的心思虫药 有不同牌子,或者一年一次打针 通常那个动物到了某个年纪,打针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不是吃心思虫药 有什么病症? 心思虫的病症,如果它轻微的时候 它未有,很多成虫在身体里 就未必会有任何的病症 如果定期,平时去兽医做检查 兽医有机会,如果开始有些少心漏 那些迹象也有机会,兽医会监测出来 到了后期的话,就会有明显的心脏病的病症 例如运动做不到,很容易就累,喘气,咳咳,甚至腹脏 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到,很后期 说回猫心思虫 理论上猫都有机会感染到心思虫 但几率就会比较低 如果猫真的感染了心思虫 其实一两条成虫都已经足够致命了 一般猫预防心思虫不是很普遍的,在香港很老实说 但如果猫有敌到某一种预防室的牌子 例如Revolution 本身都可以预防心思虫 其实猫、狗传染病很多 例如狗,如果有跟其他狗接触 狗防咳,这些都是常见的病 它会令到上呼吸系统,咳,甚至乎严重 可以去到肺炎 狗防咳,也有狗防咳的预防针 如果中了的话,就要吃药,看医生 当然还有其余的寄生虫 如果一只动物,它有机会行街 它有机会有不同的寄生虫 寄生虫是令它肚萎的寄生虫 包括了最常见的欧虫、梅虫、腺虫、边虫 亦都是定期做稻虫的预防 始终预防胜于治疗 最好就是喝水 最好用一些不要喝水和水 最好清洁 其他的水性寄生虫 例如某些里形虫 这些都是常见的 做好基本清洁 另外皮肤寄生虫 介线虫 某些狗只接触有机会传染 这些会令皮肤很痕 烂皮肤、烂耳朵 这些都是常见的 那些也是要看医生 所以另一件事也可以做预防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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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造成